從U2 從SR71 SR71到XR91 我們發現了一個事實 就是說所有的偵察機 都是違背了航空的原理 但是這些科技從什麼地方 但是它卻可以飛上天空 除了飛上天空以外 況且它使用的期限都非常非常的長 這個就可以說明 各位要理解到 這種飛機如果重現江湖的話 它會對我們所產生的震撼 是非同小可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擰結尾 飛機的擰結尾 很特別的擰結尾 像不像香腸 一節一節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代表就是SR 這架新的飛機它飛越空中所造 那91它飛越空中 這些科技應該是從外星科技而來 地球人應該造不出來 看看地球人能研發出這樣的飛機嗎 你看到美國的這種偵察機 形狀跟一般的飛行器截然的不同 而這些飛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科技存在呢 難不成從地底下挖出來 絕對不可能的 那外星人的優附科技研發到 我們的戰機上面去 有沒有這可能 倒是非常有可能啊 神秘的51區裡面 除了有SR-71之外 大家最津津樂道的 就是現在仍然在天空中服役的 U2 對 U2 我跟友華哥一樣 從多少 大概十幾歲已經知道有這個飛機了 對不對 對呀 可是我們想了50年 我還是想不通 在那個年代你可以發展出像 SR-71跟U2的這樣的飛機對不對 到現在連氣象偵察都在用這U2啊 對 所以還有F-1014 剛才也提到了對不對 這全部都是Kelly Johnson 也就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首席 飛機設計師凱莉強森的傑作 但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你沒辦法想像 先來講U2 它的外號叫做Dragon Lady 叫做角龍夫人 它是最早的高空偵察機 它能夠飛在7萬英尺的高空 在那個年代根本是人類科技 沒有辦法想像多高 換算成公尺 21,336公尺 這麼高 比我們所知道的 什麼 迷航機 都飛得還要高 3萬多英尺而已對不對 你飛到4萬英尺 這飛機就受不了了 對 所以說它服役到現在57年了 還在全線 連黑鳥SRCC都退役了 它還在 為什麼 當然有它的道理 不過我們要講 它飛上天 你就會覺得它很優雅對不對 可是它要回來的話 就非常困難了 為什麼 它最大的挑戰是在降落階段 原來最危險反而是降落 U2的推力不大 它具備自身有引擎 但它降落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是要具備第二飛行員的 第二飛行員為什麼 第二飛行員是第一飛行員 降落的時候 他要跳進去 把他抓出來 才能下去飛 換另外一個人飛嗎 不是 不是啊 第二飛行員要準備無線電 當飛機要降落的時候 他要告訴第一飛行員 也就是飛機裡的飛行員 說你還剩下60公分的時候 要升起擾流板 為什麼 可以加速它減速的速度 然後呢 所以你說的第二飛行員 不是在飛機上面 而是在地面控制這架飛機的 地面要看 用看的 用目測 為什麼 因為差一點都會 失之好力 差之千里 是這樣子喔 他要坐高速的追逐車 五十幾年前 坐高速的追逐車 從跑到頭開始跟著YouTube 一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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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時候側風非常大 萬一側風太大的時候 飛行員要緊急處置 因為他翅膀太長了 他的翅膀長達31公尺 基本上YouTube是一個滑翔機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省油 7萬英尺高空 他非常省油 他基本上是靠著這種空氣動力學員 你在上面漂浮 對 來 立剛我們仔細看 他只有主輪跟尾輪對不對 對耶 只有兩個輪子 他的翅膀長達31公尺 他旁邊沒有輪子 所以他最後降落的時候 一定是一邊歪的 你說的追逐車 你看兩邊 追逐車 對 大家追 我跟你講 那個年代的 高性能追逐車 我跟你講 不能有 現在還是一樣用追逐車 對 就是說50年來都是這樣搞的 然後你終於停下來的時候 要裝輔助輪 也就是兩個地形人先裝一邊 就是說他在降落的時候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一邊是側的 然後你裝好之後 再裝另外一邊 這樣整個飛機才拖得動 所以你就曉得 這雖然說科技很進步 可是他在降落階段 也是最危險的 OK 那不僅僅是 飛機降落階段危險 你看看他們的服裝 簡直是太空衣嘛 就類似像什麼SR-71的 是一樣的 對不對 他在 我跟你講 他在飛行前一個小時 他就要開始 這飛行員開始吸純氧 純氧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吸純氧可以把身體裡面的 氮氣排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在7萬英尺的 高空的時候 你會慢慢慢慢減壓 你注意他後面那個接的機器 就是純氧機 你看 現在要上飛機前的時候 這些機器還接管子 在他身上 對 我跟你講 你要一直吸純氧 會使你 為什麼 你到了7萬英尺高空 壓力已經很低了 對不對 會使你怎麼樣 身體非常不舒服 你飛一趟8小時 通常YouTube可以靠著 自己本身飛8小時 你看他多省油對不對 可是飛行員下來之後 會少3.5公斤 突然瘦了3.5公斤 最好的減肥方式 為什麼你知道嗎 飛行員有一個術語 叫做阿姆斯狀界線 阿姆斯狀界線是在多高 你知道嗎 6萬3千英尺 叫做阿姆斯狀界線 再上去眼球就結冰了 如果你這時候打開的話 眼球就會結冰 你意思說那麼高的高空 這個水的沸點 各方面都下降了 對 你說高空 如果打開桌上罩會結冰對不對 可是沸點卻下降 只要37度 水就煮開了 你知道嗎 那整體體溫也才37 那你把阿就燒起來了 外面冰得要死 裡面會燒起來 所以一定要有純氧供給他 這樣的壓力衣的裝置 所以大家看YouTube 很好飛 很優雅 很漂亮 我告訴你 那是重重的危險 根本就是在玩命 真的是玩命 看看這YouTube偵察機 飛行在高空多麼的危險 但江博士 大家都說到 SR71跟YouTube 是在神秘的51區研發出來的 你認為呢 完全正確 剛才有話跟華幹所講的 那一些飛行器 其實都是以外星科技的一部分 你說不是人類的思維發展出來 而是外星人的科技 最早的構想是來自外星人 因為是二次彈氧結束的時候 有一群來自於天堂星的外星人 曾跟美国總統艾森老曾經見面 然後要教他這三種高科技 那條件是美國必須放棄 原子彈的這些技術 那不可能 二次大戰剛結束 美國靠原子彈結束的戰爭 怎麼可能放棄 所以這一群天堂星人就沒有談成 最後只有指導美國最後的 掌控施工的技術 後來就美國演變成為 蒙特克計畫 美國就由這些外星人來的構想 構想而已 在融入發明交流電 這位特斯拉天才科技家的一些理論 不但是研究一些飛行器 還研究新的兵器 就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後來再看到在空中 飛行的那些奇形怪狀的人造的飛碟 後來有發現形狀很怪異的 比如在1980年代 有所謂金字塔形狀 有所謂三角形的飛碟 都在歐洲出現 可是這個三角形的飛碟不是飛機 因為它飛行的方式 是典型的飛碟飛行方式 所以你說它的飛行路線 並不是一個正常的 拋物線的飛行路線 而是一個所謂的 不規則的形狀在飛行 對 但是它是三角形的 當時研究飛碟的人都認為說 這個就是三角形飛碟 然後這兩年的研究的時候錯了 有一部分其實是美國的新兵器 它利用電漿原理 電漿原理 電漿也可以發光 在天上發光 它走的路徑 其實跟所謂典型的飛碟 飛行的方式也滿像的 所以就被誤認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合為一談的 這是來自於外星人的構想 或者光靠美國 怎麼可能會發明那麼多奇奇怪怪 違背航太的傳統原理的 這就飛行器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51區裡面 會有這樣的一個研究機構嗎 當然有這個研究機構 而且它研究這一些 不是在地面 你地面現在 51區早期Google Earth 看不到的 現在看得到 它給你看它擺了幾架 飛機在那邊 那是擺個樣子 它在地面 它在地下十幾層樓 所以真正研究中 在地底下 對 所以外面所看到的一些奇奇怪的 類似一個不同形狀的飛行器 好像飛碟 其實有些是電降兵器 那麼美國一直用這個電降兵器在研究 後來也變成一個軍事的武器 這是具體的軍事用途 所以我過去曾經在平衛媒體投稿一篇 這一篇曾經引起滿大的風洞 就是發展武器可能會引發大地震 這是過去有投稿的 就是說從美國從外星人那邊構想延伸而來的 所以這些奇奇怪的構想最延遲來自外星人 後來美國跟類伏星座跟其他星座的外星人有合作 美國的企圖不但是要成為整個地球的霸主 我們不要忘掉了 地球的霸主要先穩住 再來整個宇宙的霸主 美國居然還想到宇宙霸主 所以它才會勉強接受天航星人的條件合作 然後研究掌控時空的技術 這個就不需要這些飛行器 它利用時空轉移的原理找到星際之門 就直接過去了 所以這是從整個飛行的延伸過來的 我們記得去年 美國跟英國發動大量的航空母艦 到亞丁灣說要去抓海盜 各位覺得抓海盜要出動那麼多航空母艦 錯了 美國發現亞丁灣有一個時空轉移點 要去找這個科技 但是現在以51區來說的話 它本身在研發的來說的話 它就是研發這種外星人的設備 地底下的東西都沒有公布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51區今天的解密 是好像擠壓膏一樣 好像洪仲秋的案子擠壓膏一樣 以前連51區都否認 現在承認 但是告訴你跟飛碟無關 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有啦 跟飛碟有一點點關係 再來跟他講有啦 跟新兵器也有關係 再來跟他講 跟掌控施工也有關係 那我所了解的51區現在 因為曝光率太高 美國已經害怕了 就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叫做52區 他已經找另外一個52區 要來期待51區 那無暑區在哪裡 無暑區在中天啊 無暑區在中天啊 對不對 所以這是蠻有趣的問題 說到白龍王 白龍王他在40歲的時候 突然之間做了個夢 有人告訴他說 他可是白龍王轉世 而在這個之後呢 他就開始幫人家祈福了 白龍王的生平 真的是非常傳奇啊 你看看 我準備這個圖卡 你就知道白龍王 他在這個香港演藝圈的分量 相當的重 你看 梁朝偉 他乾兒子 每次去都會多給他一顆柚子 蘇琪 我們講摸頭恩寵 這不是一般人有的喔 不是一般人有的喔 任賢琪跟白龍王 同一天生日 農曆5月5號 所以任賢琪後來 只要做任何事一定都選舞 你知道嗎 任賢琪那時候去找他的時候 任賢琪其實是 歌唱事業已經快要欲絕不振 後來心太軟爆紅 好 我來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白龍王的生平 這個呢 應該這樣講 就是就他們弟子的說法 其實呢 周青南 叫他本名叫周青南 應該算是肉身 那白龍王應該是 太上老君的徒弟 那因為他的坐騎是一條龍 所以才叫白龍王公 那周青南這個人呢 有人就對他的身世好奇啦 有人就講說 他早年是修電器的進攻 也有人說他是修腳踏車的 早年是做工的 還有人說他是擺立攤的 好 那他是廣東潮州人 所以他在白龍王公 建很多的這些 去參見他的信徒的時候 他要嘛講潮州話 要嘛講中文 有時候還講泰文 好 那這個白龍王 這個周青南呢 後來輾轉到了泰國之後呢 就是現在畫面中你所看到的 他就在白龍王公裡頭 常常接見很多的這些 各地來的信徒 好 那這些信徒來的時候呢 通常啊 他一天大概就是見一百人 而且不是每天喔 就五 六日而已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還有限定時間的 人事也限定 不然他會累死啊 為什麼呢 你看他一天見一百人 一個人如果算五分鐘的話 一百個人也是五百分鐘 那也相信是八小時啦 所以有時候像這個 這個有的人他不會講那麼久 可能講個一分鐘 兩分鐘而已 好 那也有人講說 其實呢 這個周青南呢 他不是白龍王公 說他是福德鎮省 真的 也有人這麼講 土地公 對 也有人這麼講 好 那我剛才講啦 就是說你要見白龍王 就是你一定要早去排隊 然後領號碼牌 然後領了號碼牌之後呢 大概一天就是一百人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為什麼白龍王在香港的演藝圈 會這麼的受到他們的重視以及尊重 那我就講幾個故事來給 觀眾朋友聽聽 來 常常去拿 很多幼子的梁朝偉 我剛才說他是他剛剛的兒子嘛對不對 話說 十三年前 當時梁朝偉去見白龍王公的時候呢 白龍王公一看到他 就覺得 我跟你有緣 所以就特別疼他 第一眼見到就覺得跟梁朝偉有緣 對 就覺得他很有緣 就很疼他 結果呢 講了一句關鍵的話 什麼話 你回去拍戲啊 不要拍跳樓的 會有一個跳樓的戲 你不要拍 危險 不要拍跳樓的戲 記住我的話 喔 先給他提示了 特別強調這句話啊 好啦 那個時候梁朝偉心裡心頭一震 一震啊 為什麼 因為他果然他 回去有戲要拍 而且就是要拍跳樓的 結果呢 他跟導演講 我不要 麻煩你找替身 他就拒絕拍了 導演還不太爽喔 可是沒辦法 人家大排啊 只好配合 後來找了一個舞獅 一跳 出事了喔 舞獅就受傷 梁朝偉心裡講 好嘞 我沒有跳 好 那講到梁朝偉 各位還知道一個人嗎 謝霆鋒 謝霆鋒 謝霆鋒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 喜歡開快車 對 他曾經開了法拉利 出車禍就頂包案嘛 那時候弄得哇 真的是 很丟人 他在這個事件之後呢 他也去找過白龍王 就找了白龍王之後 白龍王跟他講 小心車子啊 小心車啊 盡量不要碰車啊 但白龍王絕對不知道 他喜歡開快車啊 那我是不知道 有沒有人先告訴白龍王公 但是至少白龍王就這樣告訴他 結果呢 他後來回到香港之後 他跟他妹去吃東西 找他 找他謝霆鋒 然後呢 他就心裡想 白龍王公不是有提醒嗎 那我們就坐計程車好了 就坐了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實際竟然又坐 撞到了一個女孩子 他心裡想怎麼那麼準啊 那時候還有人笑謝霆鋒 說你真的是有夠黑 香港話是這樣講 台灣話就是說你不夠帥 帥帥的意思啊 你看 你坐人家計程車 也會撞到 可見他還真的是必須要小心車子 好 有沒有企業家 有 有 林建月 環亞電影的老闆 香港娛樂圈的文人 他也很姓白龍王 各位知不知道我們看到 那個一炮而紅的吳劍道啊 就他拍的 可是各位要知道 當初他在拍的時候 正值香港電影走下坡 拿個幾千萬港幣拍電影 你怕不怕虧啊 怕啊 所以他當時心裡也是很猶豫 結果後來呢 就特別把白龍王請來了香港呢 給這部電影加持 結果呢 本來這部電影 本來不叫吳劍道 本來不叫吳劍道 叫無間行者 白龍王就講啊 林建月啊 這個四個字不吉利 把它改成吳劍道 所以這個電影的名字 是白龍王取的喔 結果咧 這部電影最後結果怎麼樣 大賣啊 我不用多說嘛 對啊 還拍到三集耶 成本四千多萬港幣 賣座賣到五六千萬港幣 而且這裡頭 兩個人得影帝 對不對 好 那麼除林建月之外 各位 這個人是誰啊 這不是梁超偉的老婆嗎 劉嘉玲嘛 那我剛不講白龍王超愛梁朝偉 還是收作乾兒子嘛 是啊 那應該愛屋即屋吧 NO 為什麼 白龍王就不喜歡他 就跟他特別不投緣 不喜歡劉嘉玲 不喜歡到什麼程度 什麼程度 劉嘉玲不是沒去參拜過耶 不見 不見 就是不見 不管你梁朝偉帶不帶劉嘉玲去 反正我白龍王就是不見你 不管你來幾次 我就幾次不見你 最後劉嘉玲也火了 乾脆不去了 好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個哥哥 張國榮 各位都還知道2003年羽人節 他親身 跳樓親身 但是其實前兩個禮拜 有一種說法 說他找了林建月 我再講一遍 是張國榮找了林建月 說你帶我去見一下 白龍王好不好 好 本來都約好了 可是在一小時前 約定的時間一小時前 白龍王突然說不用見面了 白龍王為什麼不要見張國榮 我幫不了你 就說了一句這麼簡單的話 我幫不了你 那時候張國榮大家都知道 有憂鬱症 可是張國榮自己就不覺得 他覺得隱民很愛我 我事業很成功 我生活也過得很好 我很快樂 我怎麼會憂鬱呢 可是我剛才不是講了嗎 兩個禮拜前 就發生這樣的憾事 而當時牽線的人 就是林建月 不過很遺憾的 後來哥哥還是親身 這就是白龍王跟這麼多 香港藝人之間的一些緣分 看看白龍王 許多的藝人都經由他指點 但有些藝人他就不見 像張國榮他根本不見 因為他認為救不了張國榮了 而我們台灣到泰國去的一些團 甚至有些團專門主打的 就是要去見白龍王 就要來問問看導遊Simon了 這見白龍王有沒有什麼樣的禁忌 是的 相信在台灣的朋友 之前去泰國 其實去泰國 這個白龍王這個行程 是不在既定行程裡面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特殊的行程 那為什麼我這麼多台灣人 會相信這個白龍王 我只能說因為早期 有很多的媒體的渲染 甚至他的弟子 他的信徒 都是很大牌的藝人 那當然我們旅行社跟團員們 闡述的這些他所謂的一些 傳聞中的神機 譬如說像剛剛中博哥講的 譬如說有劉德華 梁朝偉 這些例子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團就馬上爆紅了 對 一定就爆紅 甚至像我們演藝圈 有一個偶像劇的教母 叫做裁治平 裁姐 他相傳也是當時去這個白龍王廟 為了什麼 流星花園 那四位男主角 要這個白龍王清點 這樣子喔 對 清點 後來清點之後 白龍王還順道提了一句 只要你流星花園一開播 你那個首播權 你要賣出去 第一個選擇要賣給什麼 泰國人 什麼 流星花園的首播權 要先賣給泰國人 對 所以他這個預言 非常靈驗 你看流星花園到泰國 一首賣之後 賣得多好 對 夯得很 賺的錢比台灣還多 對 所以相對 一傳十 十傳百 就傳開來了 所以當然台灣人到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什麼 相信這些事情 才會來這邊求這個白龍王 當然這個白龍王 以我帶團的經驗 像我早期帶團的時候 它有一個規定 什麼規定 就剛剛所說的 比如說全身要穿白色的衣服 不能穿紅的 黑的 對 絕對不能穿深色 比如說紅的 黑的都不行 那甚至像他一般白龍王 他們在 白龍王在開市的時候 是早上八點鐘 那號碼牌是五點半開始發 五點半開始發 那通常你三四點去 告訴你 太晚了 我聽過最誇張的 隔天晚上十二點鐘 就有人在那邊排隊了 你說前一天晚上五夜 就守在那邊 對 前一天晚上就守在那邊了 那等於整個半夜 要待在那地方 是 通常我們三四點 覺得OK了 其實早之後 已經排很多隊了 那這麼多人 像白龍王其實也很累 我們進去的話 八點鐘開始問事 然後七點鐘開始吃早餐 像我們這隻號碼牌 領這個號碼牌 這個還算第一號 第一號 算非常幸運 非常lucky 搞不好前一天晚上八點就去了 那再來 我們早餐會提供這個 豆漿油條 甚至比如說泰國的 磨磨喳喳 燒餅 米粉之類的 提供這些信徒 一到八點開始問事 那個白龍王 他就會 比如說拿他的一些法器 令旗 甚至他的印章 來給你做開示 可是 像這種見白龍王 我所謂的見人見智 我只能說見人見智 因為很多的團員 遇到這種宗教的團體 都有非常多的客訴 第一個 要嘛你就見不到 要嘛你去的時候 白龍王不見你 所以會有這種客訴 那我們導遊 就像剛剛鍾伯提到 像張國仁他就不願意見 像我們導遊常常 像我就有一個例子 像我們之前一台車 十三個人去 十三個人去 那時候師兄 就出來跟我們講 今天白龍王開市 一台車只接見八位 剩下五位怎麼辦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導遊就只能使出 渾身結束去安撫客人說 白龍王要嘛聚見你 劉嘉玲都聚見了 聚見你是算正常的 甚至客人在心聲不滿 更不滿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說 到那邊 一樣能見到白龍王 可是他不一定會開示你 因為時間的關係 種種的原因 那你說那五個 就鼻子摸一摸就算了 所以你名單等於 也已經先送進去給白龍王 對 名單送進去 所以白龍王也是看完之後 他有些人他就不願意見 就對了 那導遊怎麼挑人 因為十三個剩五個 對不對 他要見八個人而已 那八個人導遊怎麼挑 怎麼挑 一定是挑在這一團裡面 他的購物蝦品能力 比較好的人 先行來看這個白龍王 還有這樣子分的 一定會有這種差別 這是旅遊界的潛規則 那再來 那很多人說 我的團員很多說 看這個白龍王 他的反應兩極化 有些人說非常準 有些人覺得還好而已 因為白龍王 我去見他 通常他都會跟所有人講說 你脾氣要好 心要正 好心有好日 甚至要孝順父母 借色等等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像這個 脾氣好不好這些 那他的九大真言 所以人家說 就是模擬兩可的答案 因為你問事 他也不會去直接 你要問什麼 就問什麼 他就是直接跟你講 你有什麼問題 你根本沒開口 他就先說了 不然就講出這些 模擬兩可的話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非常的不準 可是像我一個同事 他的脾氣好到不能再好了 好到已經不能再好了 我們同行功能的好好的小姐 好脾氣小姐 可是他一見白龍王 白龍王第一句就說 你的脾氣要改 一定要改 你才會有所瞬息 已經好脾氣了 再怎麼改改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妙 當時我們只能解讀說 可能你脾氣太好了 白龍王要你脾氣改 改什麼 改壞一點 這是他的真言 再來你說 我認為說他準不準 其實我只能說 跟一般人說 OK 你準不準 其實不要把他當算命 或是預言師 只能把他當作個心靈導師 因為他所有都是勸你向善 孝順父母 種種 你當然 你不要把他當作一個真正的預言師 這樣子的話 你的心理會比較平復一點 看看白龍王都是勸人向善 白龍王都會和一些到達的遊客 或者是參拜他的一些信眾 告訴大家一些事情 都是一些面善的事情 但我們的藝人秦偉 他其實每兩個月 就會到泰國去見一次白龍王 秦偉也趕到了我們的現場 我就來問問您 您好像六月的時候去過泰國一趟 對 六月底 跟白龍王見了個面 對 本來是預計是 8月29號到9月2號有一團 那在兩週之前 因為我們每次去就是 保證大家看到白龍王宮 所以我在兩週之前有打電話 給施工 施工那時候也講說 可能不能接見了 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十來年 我禁見白龍王宮 大概12到14年了 民國88年開始 民國88年到現在 那這樣14年了 14年來他只拒絕兩次而已 一次是泰國的大水 那一次滿妙的 就是那一次 電話裡面也沒有講明說 你們不要來 他講你們不要來 不要來之後 結果我們團員說 我們機票都買了還是去 去了有三個人去 就困在那裡了 因為大水 對 後來 而且講到大水最妙的是 大水淹不了龍王廟 整個泰國大水 有沒有 現在看到 泰國在這裡 泰國只有一個地方 沒淹到水就在這裡 白龍王宮就在這裡面 所以白龍王宮就在那個位置 白龍王宮 95%泰國都淹到水了 只有這塊沒淹到 那就是那個市拉差線的 白龍王宮沒淹到水 你覺得選不選 選 而且最奇怪的是 那時候當時的這個 泰國的皇族 就到這邊來避難 所以皇族也知道 那個地點去避難 而且我強調 第一個 他不是地勢偏高 他在海邊 他在帕塔亞的外礁 按理牆應該要淹水的 因為地勢已經變低了 對 他的礁 而且海邊還沒淹水 所以那個時候 就看到他的神蹟了 白龍王的這些生平事蹟 請為他最了解 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來告訴你 好 好 好